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美丽拉曲 天边怎么拉曲 哇 他们学有杉茜 哇 山头 哇 这么大的雨 川藏县路上的天气还真的变化多端 之前我们就听客栈老板说 可能山这边大晴天 山的那边在下雪 起初我们还半信半疑的 直到遇见了我们长这么大 看到的第一场冰雹 在川藏县318八桥拉山前面 海拔4700米 那个时候还在下雨 非常正常也平常的天气 往前走雨越下越大 但是 之后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 再大的雨落在引擎盖前 声音也不会那么响吧 我们把车停下来仔细一看 原来是冰雹啊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冰雹 可把我们机动踩 其他的车都飞快地跑 我们却把车停在路边临冰雹 也是有趣 机动到游轮次啊 冰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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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什么是冰雹 冰雹 哦 你看这个车子 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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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冰雹是吗 你抬一下就知道吧 我那位是第一次见到冰雹 我也是 哇 哇 你看第一次 一抠一抠的 一抠一抠的呀 冰雹 抬一下子老板 好像是一样的呀 停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还是下的冰雹雨 之后雨慢慢地下小了 我们又停下来继续看冰雹 这个时候冰雹砸在引擎盖上面 看得更加清楚 特别欢腾 特别清脆的声音 它们落在地上不会马上化的 还是一颗一颗的 不过捡起来放在手上 因为手的温度过一会就化了 真的非常神奇啊 就像一颗一颗的小雪球一样 太奇妙了 好痛啊 冰雹啊 全是冰雹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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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们刚刚在那曲吃完午饭 现在准备就是往下一站到那个夏曲镇 今天早上从就是昨天晚上我们休息的那个地方过来一路的风景特别漂亮 最开始的时候在下大雨下大暴雨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还有雨加雪就特别的冷 然后雨下着下着就慢慢的停了 停了之后就天晴特别漂亮 那时候的天特别的难而且很干净 现在直接从这个地方出发了也不在这个地方停留了 准备出发全程104公里大约需要一小时53分 长途开车请关注续航里程 走川藏线317最棒的体验就是可以感受不同的难度 可以肆无忌惮地从水坑里面压过去 也不用担心把泥江江见到别人身上 上级大宝贝天生就适合走这样有挑战的路 毕竟身为硬派越野车不走这样的路真的糟蹋了这么好的配置 这里是我们在川藏线317遇见的第一段难路 路况是非铺装路面 应该之后这里会铺成油路吧 路面有很多的水外坑 只要有水外坑就要过去压一下 才不管其他的呢 见到这样的路况真的难得啊 在国道318就只有海通沟的时候体验呢 到了川藏线国道317 这些路况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一路上都慢悠悠地走 从后面过来的车都超过我们走的老远的地方去 我们还在享受一个街一个的水外坑 兴奋又刺激 不过最爱的还是走泥江江路面 那种路况不伤轮胎又具有挑战性 看攻略说国道317有很多辣样的泥江江路 还是很期待 走这样的路我们都是慢悠悠地走 虽然是四驱车还是不敢快速往前冲 但是每次在我们不敢发力往前冲的时候 就特别佩服武林神车 他们真的在哪里都跑得很快 这位武林小哥车顶还放了桌子 负重前行 结果还是搜的一下 就从我们身边过去了 往前走他又超了一辆货车 再往前走就看不到他了 太厉害了 这里除了水洼坑 路面已经有不少的积雪 穿在线上的天气也真的神奇啊 一天下来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 下大雨 大晴天 下冰雹 现在又是下雪 什么天气都在一天体验完呢 山藏县真的无时无刻不再给人惊喜 有 它沿在线海 结果实在ливother 哎哟太幽默了 哎哟太幽默了 我今天你个人没天气的 好多天气啊 motiv 雪上到哪里都在 Velaz activity 满 我很懵lardan 在这种飞铺撞路面 我们还是不敢放肆开的 相对来说还是更喜欢泥巴路 这种飞铺撞路走起来真的比较痛苦 因为不好走 而且路上轮胎 再者下雨天走这样的路非常危险 这里是一个弯接一个弯往上面爬 在弯道处非常不好走 我们的底盘比较高 每次想弯的时候都感觉要翻车了一样 但对于大货车来说就更不好走 我们就在一个弯道看到了比较惨的一面 真的被吓到了 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 在转弯处直接侧翻了 它装的货物很多很重 这个弯道角度很大 而且是倾斜的 估计是这些原因 导致它的重心部直接侧翻了 它就只能在这里等待救援 现在这里有好几个人在跑土 想办法怎么把车弄过来 不过最担心的还是大货车师傅 人有没有事 不过看情况 大货车师傅应该没事吧 真的太惊险了 在川藏线上又上了一课 安静师傅 大货车师傅 由于在山洛 哎呀把头发露了 真的有没有 santé 这里面一个 这就是她们的真是的 这肯定吗 嗯 关心着因为就是 因为 有心了 太有心了 它水太高了还是吧 嗯 地盘太高了 啊 倒着是烦了 停了 会不会太难了 嗯 刚刚那个地方 它太清晰了 刚刚我们那个玩具都清晰的那样子了 哪个人才可以见从我们的车子夹着 嗯 消失在这个地方之后我也想到 哦 消失消失就完了 不消失 车子也使用 穿哪儿 它不是比地连生呢 穿藏线317 确实不是什么车都可以挑战的地方 路况复杂多样 危险也处处都是 穿藏线317的路 有很多还在修建当中 修路过程中 中间高高的凸起 也幸亏我们车的底盘算高的 如果是轿车过来 估计会蹭着底盘走 嗯 嗯 这边不是这边高的 还要一跳吗 这车做成啊 看地方 那就是 一条第一次空 在这边也可以遇见很多的涉水路 穿藏线318的一处涉水路成了网红打卡地 但是穿藏线317的路 有很多地方都是涉水路 都是网红打卡地呢 但最恐怖最怕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突如其来的暗坑 之前我们就是因为在好路烂路交替 中间出现的暗坑 车都差点颠飞了 到现在还有心灵灵啊 哦 结果又再次遇上了 而且是天快要黑了 视线不是很好 不过幸好遇见的时候 前面是一个缓坡上行 我们的速度不快 及时的发现 并且避让了 不然 车又有可能再一次被电飞 Oh my god 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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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嗯 嗯 这一天走的路隔一段就是挑战啊 这个暗坑之后 又是飞铺双路面 车已过成土飞扬 但很多车走到这里的时候 都是比较快的速度通过 或许是不想吃灰吧 他跑到前面去就不用吃灰了 如果在后面跟着 就要是我们车走过留下来的灰 本来我们计划到现成休息的 但是遇见这么多不可控的路况 担心前面还会是这样的 天也快要黑了 晚上我们也不敢开车走 就只能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停车休息 这里有个石头 我们现在在去往八清的路上 距离八清大概还有三十多公里左右的样子 我们今天刚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开始下雨了 就是再往前走 晚上开车非常的危险 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 明天再继续走 今天走317过来的时候 其实路况其实很复杂 纳曲这边过来嘛 其实一路上都是草原 非常的漂亮 到下去之后 其实路况就非常不好了 有很长一段路都是翻山 并且是难路 而且那边也是下了雨嘛 这一段路的路况 基本上都是乱石路 而且就是是晴天 如果走这一节路的话 比较容易暴胎吧 不过还好就是今天是下雨天嘛 但是下雨天就容易引起策划 然后就一路过来嘛 本来我们打算是到那个八清的现实里面 应该就相对来说要安全一点嘛 但是因为过去到这个地方说 因为已经天黑了嘛 又担心就是再出现这种路况 晚上开车真的特别的危险 还是停下来明天再继续赶路 还剩下最后一个自作饭 现在9点钟左右来吃个晚饭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评论订阅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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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